阿玛霍太夫二世统治之后 他确实之后他儿子 托托摩斯四世 继位 托托摩斯四世实际上关于他的材料不多 因此他究竟是怎样登上王位的 以及在法老这样的一个宝座之上 他有什么功绩 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大家都清楚的 或者说是青史留名的 他用在位九年实际上统治的时间也不多 是什么呢 假如说我们到吉萨高原的话 看金字塔群 看金字塔 乌夫的哈佛瑞的 以及曼考瑞的金字塔 那么哈佛瑞的金字塔 前面还有一个伟大的雕像 那就是大斯芬科斯像 斯芬科斯像 如果我们在远处看去 我们并不能发现 它的前面两脚之间还有一些什么 如果我们走近了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它两脚之间有一个碑 这个碑有一个很好的名字 叫孟碑 孟碑 为什么叫孟碑呢 这个碑并不是哈佛瑞树立的 而是后世人树立的 谁树立的呢 就是托特摩斯寺室树立的 他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碑树立在大斯芬科斯两脚之下呢 是因为 这个我们就得讲到孟碑的内容了 孟碑里边是这样刻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托特摩斯寺室作为王子的时候 有一天出去打猎 就是在几撒高原的沙漠当中打猎 打猎打猎 他累了的时候 就躺在了一个巨像的头像的前边 挡风遮雨 当然那地方没有雨 只有风挡风 它是在沙丘上 有一个半个头颅 一个大的巨大的石头 雕像的半个头颅 在那个沙丘里边引线 他作为一个很避风的地方 在那休息 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 睡着睡着 就听到一个深沉的声音 跟他说 Hello 肯定说的不是Hello 这个斯芬科斯不会讲英语 是用的是埃及的语 比如说Esset Esset 哦 这么一声 具体怎么讲的 我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是有一个深沉的声音跟他说 他说你不要惊慌 我知道你是王子 我是 斯芬科斯 神 也就是说 你现在正坐在我的头像的前面 沙丘上 我现在感到非常的难受 为什么呢 这么多的沙子 把我整个的身体都已经 埋藏在了沙子脚下 沙子底下 我闯不上气了 我很难受 如果你能够派人 把这些沙子给我清理掉 让我浑身为之易爽的话 那么下人的法老 那就是你了 于是他醒了过来 知道是神给他托了一个梦 然后他就派人在这个地方 将沙子清理掉 这样的让斯芬科斯 整个身体再次来到了地上 来到了沙丘之上 孟碑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树立在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要树立这样的一个 碑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他要借助斯芬科斯 这个神的力量 来向世人讲述一点神音 所以有些人怀疑 也可能确有其事 也可能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是他编造的这个故事 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个故事呢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为自己登上王位 做娱乐宣传 于是怎么猜测 他有可能并不是 阿摩霍台普二世的 合法的继承人 法老的继承人 而是在他 与自己的兄弟争夺 继承人这个王位的时候 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其中就包括 用这样的一个梦碑 来制造舆论 是神让我来做法老的 实际上是一种舆论 除此之外 我们很难知道 图特摩斯四世 还做过其他的一些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图特摩斯四世之后呢 是阿蒙霍台普三世继位 阿蒙霍台普三世呢 其实他继位的时候 他性格上有些懦弱 有些懦弱 他并不十分英勇善战 也不恪守 这个自己的职责 是这样的一个法老 不可能成为一个太合格的法老 成为一个帝国的 合格的统治者 但是这个时候 有一个王后 叫蒂 应该叫这个名字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帝 帝 帝王后 却很有政治才感 她联合了一些有才感的大臣 将自己丈夫阿蒙霍台普三世 这个不中用的法老 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 还不是留下来 所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真空 接管了过来 使埃及 使埃及这个帝国 能够不仅延续下去 而且还能够延续过去的 强大和辉煌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 他们的 他的这个合法寄生人的问题 他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就是和亲 和亲 实际上是在他的安排之下 提议的安排之下 给自己的丈夫 阿蒙霍台普三世 安排了很多的 这个国际婚姻 现在国际婚姻比较时髦 比较时髦 很多人 无论是这个 过去是中国的 这个女性们 喜欢嫁给国外的男性 现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 随着国家的强大 越来越多的男性 娶国外 这外国人做妻子的 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在 王后的安排之下 给自己的丈夫 安排了很多国际婚姻 很多国际婚姻 实际上这种和亲呢 就解决了一个什么 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与国外的这种 这个国家的关系问题 因为阿摩霍台普三世 比较懦弱 一个懦弱的法老 再想用自己的武力 来镇压住 友好国家 或者说过去 曾经臣服于自己的国家 现在已经很难了 但如果还要维护住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版图的话 那么只有采用外交的手段 而和亲就是外交手段当中 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因此 阿摩霍台普三世 娶了很多的 外国的公主 作为 做自己的妻子 其中很多 作为自己的妻子 其中包括 巴比伦的公主 巴比伦的公主 他最宠爱的一个公主呢 这个妻子 也是 一个外国的 这个 娶了外国的公主 作为王后的 这样的一位王后 他不仅如此 而且为了给自己留下 一个继承人 他还娶了两个自己的女儿 作为自己的王后 或者作为自己的妃子 一个叫 伊西斯 是一个神的名字 女神的名字 另外一个叫 西塔蒙 西塔蒙 叫 西塔蒙 这个意思 是娶了这样的两个女儿 这在埃及的历史上 我们知道 埃及西方国 特别是十八王朝 已经开始了 有很多 这个 叫 兄妹婚 和妇女婚 已经开始出现了 但是呢 在民间没有发现这样的传统 主要还是在宫廷里面 其主要目的呢 还是维护 法老血统的纯正 法老血统的纯正 这个就是阿蒙霍太普三世 他在世的一些主要情形 但无论如何 有替一这样的一个王后 为自己打理朝政 埃及这个帝国 仍然没有露出他的颓项 但是 但是阿蒙霍太普之后 他的儿子 阿蒙霍太普三世的儿子 四世 埃及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 倒不是说颓项 但是埃及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 如果说阿蒙霍太普四世的时候 大家还不熟悉的话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肯定会熟悉 叫 埃和纳村 一提到他 我们首先就知道 埃和纳村的宗教改革 无论是他的宗教改革 还是他的长相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因为有人说他长得有点像女人 他臀部比较宽 上身比较长 然后呢 这个男人甚至是腰比较细 脸比较长 无论如何 人们看着 他的体型就像一个女人的体型 而且他的举止呢 也比较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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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没有进行宗教改革 而是在登基后的第五年开始 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 这个 从这个考古的挖掘上 我们挖掘出阿玛纳遗址来 能够验证他这次宗教改革 的确发生过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迹象 首先 我们知道他曾经改过名字 他第一个名字是阿蒙霍泰普 刚才我已经写到了 叫阿蒙 伊蒙泰特 是令阿蒙神满意之人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但是到了第五年的时候 他开始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埃赫纳遗 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将他的名字 写在这里 这个鸟还不是很好画 这是他的这个改了之后的名字 在第四年到第五年期间 在他统治的 他改了 将自己的 令阿蒙神满意之人的 这个名字改要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 伊蒙 阿恨 翻译过来就是 埃赫纳吞 这个读作阿恨 这个读作伊蒙 没错吧 但是我们知道 埃及的文字里面 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叫精神原则 如果神 如果神跟别的东西放在一块的时候 本来他应该放在后边的时候 因为他是神 写的时候就要写在前头 而读的时候不能那么读 不能读作 伊蒙阿恨 而是 阿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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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又变成了 伊和阿呢 就历来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阿蒙神 其实他是Eten 伊蒙 伊蒙神 变成了阿蒙神 所以伊跟阿 他这个古埃及的语的发音 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了阿 叫阿恨 阿恨 他们俩合在一块 拿 腾 阿恨 阿恨 那吞 阿恨 阿恨 那吞 是什么意思呢 伊 吞 也有太阳 这是一个神明 就是我们说的阿吞神 阿吞神也是太阳神 或者叫太阳圆盘神 是埃及的三大太阳神之一 一个是拉神 一个是阿蒙神 一个是阿吞神 他尤其强调太阳圆盘神 太阳圆盘神 这个呢 阿恨是什么意思呢 是精神 说把自己的名字 由令阿蒙神满意之人 变成了阿吞神之精神 这样的一个名字 有人呢 把这个阿恨呢 翻译成另外一个意思 叫仆人 当然我查了一下字典 他也的确有仆人之意 有精神的意思 也有仆人的意思 他无论如何 如果是仆人的话 那就更直接了 是把自己变成了 他的名字就变成了 阿吞神的仆人 这样的一个意思 显然 他已经抛弃了 原来的阿蒙神 而改信阿吞神了 如果这个仍然 不能够 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埃和纳吞的宗教改革的话 那么另一个举措 一定能够让我看到 他的改革的力度 和决心 那就是他放弃了 原来的自己的首都 放弃了原来的首都 而新建了另外一个新的首都 在什么地方呢 在中埃及那个地方 也就是现在于开罗向南 大约有300公里左右 那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 他给这个首都 起了一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这个名字 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这个叫阿亥特 阿亥特 阿亥特的意思是 地平线的意思 一臣那就是阿吞神了 说阿吞神的地平线 地平线有什么意思呢 在埃及的创世纪传说里面 地平线是神创造万物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最神圣的地方 因此呢 他给自己创立的 新都起了一个名字 叫阿吞神的地平线 也就是阿吞神诞生之地 由此我们更能清楚的看到 阿亥特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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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亩神 而独尊阿吞神了 而独尊阿吞神了 这是他宗教改革当中的一个 最为重要的举措 当然 他的这个宗教改革 最后是失败了 当然也有人说 说他失败了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话要说白了 失败与不失败 他的这个 这个判断标准是什么 这很难说的 在他那个时候 他成功了 他身后又改变了 可是从哪个历史的时段 我们来 来判断 不同的历史时段 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结论和结果 为什么是这样呢 宇宙是一个漫长的 就是漫长的这个宇宙的长河当中 人类现象不过是招生目死 是短暂的一瞬 如果这么看的话 那整个人类现象都是一个悲剧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人类本身 我们觉得我们活得有滋有味 丰富多彩 对吧 所以是在哪个历史阶段看 在他那个历史阶段看 他并没有失败 但是呢 只是他这个 这种宗教改革并没有成功的延续下去 谢谢大家